美国大学不管结果如何 大家最担心当然是台湾处境 会不会有变化呢 而台湾两岸之间 真的没有办法更有序的 更友善的交流吗 马英九经营会做了一个邀请 这个消息蛮受到关注 因为这一次就是第二次 邀请学生到台湾来交流 这次邀请的里头有一个 哇 说是世界级的选手 马龙 他们直接已经是拿过 六面奥运金牌之外 更是这上次奥运刚结束 他是领头的队长 被称为神奇的 一个神级的人物 粉丝无数亿万人 当然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现在这个陆委会 还有相关单位 还没有正式的提出回应 但这个消息蛮的看法是说 他来有几个理由 当然尤其是希望 两岸时间可以用 各种的文化啦 学生啦 民间的交流啊 让大家更有善意 更有和解的可能跟认识 陆委会目前是说 正面看待啦 审查时间还在等 不过呢 只要符合对等交流 健康两岸交流 都愿意正向看待 不过梁文杰讲了一句话 比较是有耐人寻味一点点 他说依照过去的模式啊 我们会按照一般程序 来申请没有错 但是这一次呢 跟过去一样 有一件要看的是对方 没事就算我们同意了 对方大陆那边 反而不让不放人 社会大众会以为是陆委会 阻碍审查其实有时候啊 是对岸不放人 史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陆委会是不敢挡 但是你要批判这个马办 或马英雄本人对这件事情的做法 我先我们先从刘乐华唱 中国人的这个讲起 因为你看我们对这个 共川啊 或是对王定宇 对这个中国人 这个歌曲的选择 各种情况我都不批判 为什么 以现在两岸的情势 没有这两个人批判 也会有别人 而且他们的讲法 在他们各自的选区 尤其是王定宇一定有票 所以你骂他没用 但是问题是这种情况 随着两岸情势 长远来讲的演变 这个大家各自的做法会不一样 但是马英九现在是台湾里头 除了统促党以外 最统的人 那这个用不着我担心 因为这无所谓 这我也我觉得不值得 去批判马英九这个人 但是国民党担心 因为马英九的一举一动 会让国民党的选票 就无形中流失 最令人就是说不知所以的 就是马英九甚至不了解 这个现象 我觉得马英九这个 两岸学生的交流很好 没有人可以说不好 没有人可以反对 但是这是第二次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就一而再再而衰 就没有人注意了 所以他这个第二波学生来台湾 他的阵容 他的内容 他的学生的代表 到底来有什么样的特色 或者来自什么样的学校 如果是平平常常 从大学里头挑 然后来这里 跟我们这里的大学 就开个会啊 大家交谈啊 这个就没有什么搞头了 但是呢 搞了一个六名金牌的 乒乓球选手 来到台湾 这就不一样了 这个就会反过来 就是说所有版面啊 所有媒体的注意力啊 会击中马龙胜上 那所以你这些大陆的学生 绕环岛一周 到各个学校去啊 会变成反而这些 剩下的其他的学生 没有人注意 就是马龙 就是什么 这个其实对马龙胜 原始的初衷 其实是不是很对劲 但是马龙胜不在乎的 马龙胜只要这个事情 做起来轰轰烈烈 他就好了 问题是现在 马龙胜在台湾社会的影响 正面的影响 几乎是没有了 负面的影响 我们也不在乎 国民党就糟糕了 国民党的头啊 听到马龙胜的每个动作 这个头都是一个两个大 因为他现在的所作所为 他那种 他那种就是跟他讲的说 主权重叠啊 治权可以分离啊 还有呢 依据宪法啦 九二共识啦 这些啊 其实逐渐的 你如果注意 那个好好去体会 他的含义的话 其实马英九 渐渐的是在驱通 真正的驱通 这个老板先看得出来的 所以如果国民党 在每次以后的 每次选举啊 最后想办法 去进马英九 你不要动 马半不要动 萧组人你不要动 你如果你们动了 马英九就 这个国民党要选赢啊 就很难了 马龙和许人也 他当然是六面的金牌之外 也是一个世界级的乒乓选手 记得吗 他东京的时候 还曾经被我们 林云汝打败过 那时候 双方都互相欣赏 所以在球技学术文化 各种交流的层面里头 的确像中平社 也特别报导认为 在这一次要到台湾来的 行程里头 发现宣布的马龙之后 国民党保持沉默 那今天消息层 早上在节目专访里面 也特别提到 他呼吁国民党中央 要能够支持这个活动 我们很支持 基本上这一题 我的看法跟这个 沈大老师完全相反 因为我认为这是体育 这是文化 这是整个我们讲 民间的交流 这跟过去王定宇 跟王毅川打刘德华 翻车一样 如果每一件体育 跟这种义文的交流 都要上纲道 政治的意识形态 你干脆回去讲 他的什么 什么所有的主张 不是嘛 这件事情很简单 就是这个金牌的 这个桌球男单 他这个马龙 还有涉及的金牌杨倩 他今天就是要来台湾 跟大家互动 我们之前陆委会的这个 我们讲秘书长罗文嘉 不是才讲说要送对岸 这个梅花路吗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本来就是民间这种 非官政治的交流 到底王定宇 到底王毅川 你们在怕什么 所以我说真的 如果这一日他们再来 你再次给他贴标签 又讲说什么 你们今天是要来大内宣 还是怎么样 我告诉你 因为之前讲刘德华 讲他媚共 讲他超级中国 已经受到华嫂跟刘太太的反对 所以我们在讲说 赖清德在整个支持度上 他下一次的民调 已经非常明显 因为这群人 关心体育 关心艺文的人 他是平常不看政治新闻的人 你偏偏爱把他扩圈 偏偏爱跟大家讲说 我呢就是要把体育 把这个刘德华 我就要把他抹红 我就什么都要谈政治 这让所有台湾的中间选民 跟所有只关心体育或是关心艺文的人 对他们打一个叉叉嘛 所以我得讲说 讲回来这一次的参访团 因为上次的陆生访台 说真的上次已经受到陆委会 最后一刻才通知放行 那这一次虽然释出战役 但也限制他们来说 你们待在放电不能出去 你们没有任何其他的自由 我觉得如果台湾的民主制度是展现 这种不知性的话 那基本上我也觉得这就是这个这个我们讲到罗文家口中的交流吗 讲到的善意吗 所以我觉得从上次的丁宁 丁宁也来过一次了 就是体育的好手 现在是马龙 刘德华 那也许还有更多的港星或是大陆的这些民间的交流 如果在美中 美国大选 今天这两天要公布之前 美中都在克制了 然后两岸针对这些交流 还不能让他鼓励的话 不能让他增进区域和平稳定的战场交流的话 那基本上我觉得继续啦 继续贴标签啦 我诚实讲我个人胡歌粉 对于上次他来台湾被关紧闭 我觉得很不爽 就是很多粉丝会有意见的 那我不能让更开大 更开放的心态 让大家好好的交流吗 看看台湾的美好不行吗 这这么怕 怕什么呢 余轩我要问的是 就这几天大家在问刘德华事件的时候 王定宇这种翻车 事实上丘利宽 宽姐直接呸呸呸这样在痛骂的 那是把很多人的文化交流 或现在是体育交流的情感都会伤害了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网路上 大陆的网友已经在担心啊 那万一他们心中的神 一样的马龙到台湾来 万一被羞辱了呢 他们可能也会集体的愤怒 那更伤害两岸之间的感情 所以针对马龙这件事情 他来台我们绝对是决定 绝对会是站在交流 支持交流 不管是体育或是文化的交流 就绝对是支持的 但是这其实我觉得是 马前总统给陆委会 甚至是民进党政府出了一个难题 也就是说现在陆委会一直说 要对等交流 好啦那怎么对等呢 大家可以来讨论 是不是来找一下 我们的小林同学 跟这个马龙之间 来打一场友谊赛 有没有可能啊 就说可惜 刚好这个时间出国了 那就是等于去说 我们今天什么 我们今天派出什么样的人 去跟对方来做交流 这反而是我们要 下一步要去思考的 那回过头来去谈这个 所谓的王定宇跟王毅川 这两位呢其实都显现的民党政府现在很矛盾 一方面说要交流 另外一方面又在民间甚至是公开的场合激化反中的情绪 那激化到让大家都认为说你翻车了 他们还是觉得对我来说没差 因为选举的时候只要认同我的人支持我就好 可是他伤害的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对于对外的交流也好 整个国家的形象也好甚至是伤害了中间选民的情感 而且现在难道我们已经变成是回到戒严时期了吗 谁来唱歌我们还要审查吗 就是说看他要表演的这个形式啊 看他唱的内容我们都要进行审查 哦呦这个提到中国我们不能唱 好不能表演 那这难道不就凸显了民进党其实非常的害怕 甚至是没有这个勇气跟自信 可以跟任何国家来进行交流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大家要去思考的 一向你要回应吗 萧续成说像这样王定宇的言论叫做台湾之耻 我觉得萧续成这样说真的有点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萧续成这准段话其实是这样 他说第一首刘德华指的第一首歌唱的歌是中国人 他说中华民国不就是中国吗 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当然了 所以这个初前来看 这个刘德华指的中国当然不是中华民国 指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会有个认知 中华民国就是中华 好像也不是 林德华是中国人 是那个祖国的中国 你们听我说话 我说的是针对萧续成的话 我不是针对刘德华的话 是萧续成说中华民国不就是中国吗 他没有提到中国人 所以但我觉得我们普遍 这个符合马英九的讲话 所以我说我们普遍的认知在中华民国 是中华民国 因为国际上的认知也好 我们台湾籍多数人认知也好 中国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在了 不一定是代表中华民国 所以我觉得萧续成这样说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获得多数 台湾人的认同 那马龙来欢迎吗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对等的交流 应该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 那当然我们也呼吁说中国也要对等 就是说要开放我们的人 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 也需要这个跟他们申请 对不对 那对方也要用同样的待遇 来对待我们的人过去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等的交流 但我最后强调一点 我还是认为说刘德华他要唱什么歌 这当然是有他的自由在 我们也没有做意见的审查 但是从中我觉得也不要借有的机会 然后我觉得王定也好 王益川也好 他们反映的是有时候国家认同上 确实会有统战的状况 我不是指刘德华这个歌 但确实这是中国长期的作为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因此 去批判说这个什么王定宇 这个王益川是台湾支持 你反而消息人自己说 不要在意识形态 不要在霸凌人 然后你去叫人家台湾支持 我觉得这个都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这个霸凌总是有源头吗 谁先开始的 我会说你会说 你会说你会说 我会说你会说 我会说你会说 是这个王定宇 是这个王定宇 从中心里说